他除了一個聲音檔之外,還有一個影片檔 也就是這個簡報裡面,假如說你們要放影片進來的話 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做 首先第一個,我們根據題目,他要我們做的動作 逐一來看 哪些動作,各位可以看一下404這一題 他是屬於比較 中的,困難度為中 所以其實稍微算難一些些,不過基本上 只要你循序漸進,應該做出來沒有問題 第一個的話,在第一張圖影片插入一個聲音,聲音檔就在根目底下,那個叫做PPD Form的這個聲音檔 然後呢,要怎麼樣呢?什麼時候播放? 自動播放 另外的話,隱藏 要 停止播放 在哪裡呢?在目前投影片之後 這個地方,這個地方,這個效果其實可以不用做,因為預設就是這個 所以其實你只要做上面兩個就算完成了 OK,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地方,第一個就是插入那個聲音檔 插入聲音檔的方式跟前一題一樣,插入 音訊 他問你檔案在哪裡 自動指向這個根目的這個檔 按插入就可以 那做兩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的話呢,就是什麼 音訊的自動 那播放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他什麼時候開始 自動 自動就開始 不用按一下 第二個的話呢,就是什麼 放映時隱藏 這樣就好了 第三個不用做 為什麼第三個不用做 其實如果你要做也可以啦 他在哪裡呢?在動畫裡面 的 動畫裡面的那個動畫窗格 各位可以發現 動畫窗格裡面呢 在插入這個聲音檔之後,再動畫,他把它當成一個動畫 那你可以看到最下面這個是不是就是什麼? 聲音對不對 如果你點擊旁邊有個進階效果選項 他裡面就有什麼呢? 停止播放 目前推面之後 那其實有改跟沒改一樣 所以他在這個題目 他將來是不是要 再變更一下 不然其實寫這個根本 沒動也有加 那是不是變相幫你加分 不用做也有分數 OK 第一個的話就是我們已經完成第一題 第二的話呢 將 第一張投影片中的打電話那個人 就是PIC1 Picture1 移到 最下層 移到最下層 這個人 把他移到最下層 移到最下層的方法按右鍵 移到最下層 這個最簡單 按右鍵 再移到最下層這邊就有了 OK 那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可以發現 因為他已經移到最下層 所以 上面的東西就突出來了 有沒有 那一層一層 那你怎麼知道這個層次的關係 我講過了 你可以從什麼 從常用裡面的選取 裡面的選取窗戈 本來他不在這 我檢測一下 他原來在這裡 對不對 那如果按右鍵 你把他移到最下層的話 他跑到這裡 所以 如果說你不用移到最下層 你可以用什麼方法 按 把他 把他往下 對不對 可以啊 順序 往下移 那不過他這個地方不支援拖拉 好像你可以 從這個地方可以 去下一層 也可以啊 不過我覺得 這樣 反而沒有 這個的來的快 右鍵 移到最下層 這樣會比較快一些些 OK 好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完成了 第二題 第三題的話就是 按一下 第一張投影片裡面的go 可以前往 第二張投影片 並且播放聲音 所以兩個動作 前往第二張投影片 並且播放聲音 那go在這裡 我要準備讓他前往 第二張投影片 記得也是一樣 這個很常用到 插錄裡面剛剛用過 動作 其實以後你要去哪個投影片呢 在某一個 按鈕上面 就可以這樣做 所以你將來做個按鈕 然後可以跳到哪個頁面 就可以用這種方式來做 當他怎麼呢 被按一下滑鼠的時候 做什麼事呢 跳到 第二張 所以找投影片 第三個選項 第二張投影片 所以你將來如果很多投影片 你可以按個按鈕 他就可以跳到 多幾個 跳哪一個都沒有問題 跟網頁有點類似 按確定 所以按一下他的時候 他跳到第二張 並且播放一個聲音 播放什麼聲音呢 播放吸住的聲音 吸住的話點下去 在第 123 第三個 OK按確定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特別注意喔 關鍵在什麼 動作 插錄裡面的動作 就會有這個效果出來了 OK 再來的話 我們在第二張投影片 插錄個影片 並且設定什麼 當按一下就播放 所以他幾個 第一個是插錄個影片 這比較簡單 在插錄有影片 然後呢 什麼時候播放 按一下的時候播放 然後大小位置替代文字 這個跟剛剛前面一樣 各位都會做 怎麼說 按右鍵 有沒有 大小位置替代文字 所以你可能不會做的什麼 按一下播放 你把你不會的記下來 你會的就 考試就會了 直覺的嘛 對不對 OK那這裡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先切到什麼 切到我們第二張投影片 在這裡怎麼樣 插錄一個 視訊 直覺的 有沒有 沒有問題 那在哪個地方插錄視訊呢 我們那個檔案一定是在 C碟底下的 ns.csf pp04 這個影片 按插錄 這個時候這個圖就進來了 當然你按右鍵有沒有 你知道大小位置替代文字都有了 所以這個應該各位會設定 那可能不會設定的就是什麼呢 什麼時候播放 有沒有發現格式在這裡 播放在他的隔壁 其實跟那個插錄聲音的位置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他的邏輯都是相似的 只是說一個是聲音 一個是影片 那什麼時候 開始播放 特別是他題目裡面是要求我們什麼什麼時候呢 這個地方是要求我們是 按一下播放 其實按一下 就本來就按一下 所以 根本不用設定 這個地方其實你可以暫時把它劃掉 那後面大小 位置替代文字 這個應該大家也都會 所以基本上第五題 算是非常簡單的 只是說你會不會插錄影片而已 這個我想各位在自行 大小 要 位置替代文字 這個應該都Key上去 沒有問題 再來的話 我們還需要什麼呢 特別注意就是說第7跟第6 在新的版本好像有刊誤過 就是他會把題目第7 搬到第6 第6放到下面 所以我們做的流程基本上會先做第7 再做第6 因為如果你沒有先制定一個 投影片放映的話 後面 會要求什麼 動作 要能夠跳到制定放映 這個地方是做不出來的 所以會先做第7 那怎麼制定投影片放映 特別注意 在投影片放映裡面 找到什麼呢 找到制定投影片放映 我們可以制定一個放映 什麼叫制定放映 就是 這裡面的話 假如你有很多張投影片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你要 拿幾張 拿幾張 不要 比如說你要135、246 可以啊 你先新增135 播放的時候 他就會是135這樣播放 OK 那這一題是只要我們這樣 把投影片 投影片1放進來就好 就是播的時候播投影片1 按 確定 再按關閉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產生一個 自定放映 1 這裡面 只播放一個投影片 就是投影片1 OK 按 關閉 關閉完之後的話 再來就是做 最後一個動作 再加一個首頁 這個大小位置 這個都一樣 主要可能會有問題的是 動作 動作 不過剛剛也有做過 差別是什麼 可以跳到哪一頁 OK 我先講到這裡 等一下最後剩一個 最後再來講 OK 剛剛還有一個地方漏掉講 就是說在這個地方 第一張投影片的動畫 播放順序 記得是動畫的 播放順序 有這個順序 那其實只有怎麼把聲音檔移到 第一個 他本來在最後面一個 把它移到 第一個 去就可以 所以那個順序 移動的方法就是從什麼 動畫裡面的什麼呢 動畫窗格 他本來是在最下面的 你只是把它 把它搬到最上面去 這樣的動作而已 OK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在 第二張投影片裡面 插入一個類似像這樣的一個 一個 這個叫動作按鈕 那這個動作按鈕怎麼做出來的 插入裡面不是有圖案 圖案裡面最下面就有動作按鈕 裡面就有個 HOME 類似像這樣 那你可以把它在旁邊拖拉 拖到一個大小之後的話 他會跳出什麼 我們要能夠去播放 跳到哪一個呢 這邊不是有個制定放映 那制定放映呢 剛剛 我們已經建了一個制定放映 就把它選起來 這樣就完成了 那還要不要選聲音呢 這裡面的話 他沒有要我們 去做 我看看有沒有聲音 沒有聲音 再來就是大小級位置 就是只有跳到 這個制定放映 其他就是大小位置 這個我想前面做蠻多的 還有替代文字 所以做完之後呢 我是把它取消 因為這個 這個動作 按右鍵 其實就是這個動作 這已經做好了 大概位置放在這邊 大小位置 還有 替代文字 把它放上去 這樣的話 按關閉之後的話 我們就完成了 這個 這個練習 那最後的話 替代文字 OK 最後的話我們把它另存新檔 另存新檔把它改成PPA04 PPA04 儲存 關閉 再來評分 那其實還蠻機械化的動作 就可以知道 到底你有沒有拿到滿分 OK 然後評分 基本上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應該是20分沒問題 OK 所以這基本上 還蠻OK的 只要你 就是按部就班 還有 很小心 其實很容易 不能評到滿分的都是不夠細心 很急躁 OK 這裡的話 我再把畫面 都會讓我來看 我來看 你 不知道